紧接着第十一题 下令应税消费品中准以按照生产利用量 抵扣外购应税消费品 引纳消费税的事 那就是引纳消费税扣除的问题 我们讲 一先看是不是酒磨停电图车表 是不是酒的事情 摩托车的事情 停 酒磨停电 停 电池 油停电池 图图料 车小汽车 表 高档手表 酒磨停电图车表 他没有引纳消费税扣除的事 那A是酒 B是车 D是停 都排除了 所以就是C选项 组为营选项 好 这是从行业角度 我们就可以解决掉 然后呢 如果从行业角度排除 还剩俩选项怎么办 一定要看 是不是同一税务的连续生产 像C 以税边爆烟火 生产出来还是边泡烟火 那对 它是同一税务 有引纳消费税的扣除 好 这是否能够扣除 那紧接下来 如果扣的话 是按照生产领用量来扣 不像我们增值税 票也对 用途也对 就让扣 我们谈的是按生产领用量来扣 那么生产领用量 如果题目告诉你说 我够进了一批 本月领用了40% 那你就知道 本月只能扣这40%到 对吧 关键我们还有 月初库存了多少 本月又够进了多少 然后再减掉本月库里头 剩下的是多少 本月末库存的量 月初库里就存着100件 本月够进了400件 500了8 然后月末一算 还剩200件 那是不是被领用出去了300件 按照300来考虑 我们生产领用量是多少 你纳消费税口多少 这个就是小学应用题 你自己得反应过来 好 这是我们谈的第11个小题目 第12个单项选择题 下来各项中 属于车辆购置税的 纳税义务人的是 那我们车辆购置税 主要考购置并自用 一定要购置并自用 购置可以体现为 购买进口自产获奖 这都没有问题 但要并自用 没有自用 翻配给股东 应该股东去交 没有自用 奖励给职工 应该职工去交 销售应该是购买方去交 只有自用的 才是自己交车辆购置税 所以这个题选择递选项 咱们汽税也是购买方交的 车辆购置税也是购买方交的 这都比较特别要记 好 第十三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企业所得税收入 确认时间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 反向提问 A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有约定 有规定案规定 没有规定是 做出利润分配的日期 来确认收入的实现 重确的 B 利息 那我们讲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是任合同约定的时间 重确的 C C马上来了 它是任合同约定的时间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任合同约定的时间 接受捐赠是 实际收到捐赠资产 这个时间来确认 所以不正确的 应该选择C选项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 第十四小题 这道题目 是关于非居民企业 谈到 非居民企业 取得来源于 中国境内的所得 说明 要向中国政府 缴纳企业所得税了 但是 这家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那说明 在境内机构场所这里 查账征收 逮住税款 已经是不可能了 它在中国境内 根本没有机构场所 所以我们只能对它进行 源泉扣缴 从支付方那里 就把税款逮下来 叫源泉扣缴 那么源泉扣缴下 采用预体所得税税率 10% 那最主要的考点是 所得额如何确定 源泉扣缴下 所得额有余额计税 全额计税 两个层次 余额计税 仅限一种情况 那就是财产转让 在财产转让的情况下 我们是拿收入 减去财产的净值 来作为所得额的 那除了财产转让以外 其他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全额 全部收入额 来作为所得额 乘预体所得税税率 10% 搞定源泉扣缴下的 这笔税款 好 那我们看一下 ABCD四个选项 围绕所得额 到底如何确定来展开 那全额余额余额余额 上哪找三个余额呀 我们只有一个是余额 来作为所得额到 财产转让 所以这样的话 BC就被我们插掉了 排除掉了 好 那余额的话是 收入减掉财产的净值 不是减财产的原值 所以D选项 它错错在减原值 余额倒没错 减掉的东西出错了 A选项 股息所得额收入全额 作为所得额 这是一个正确选项的 除了财产转让之外 其他的都是全额 做所得额倒 好 那如果这道题你把握住了 咱们从交不交税 到是否实行源泉扣缴 到支付方那里进行扣缴 还有10% 还有所得额的确定 都给大家复习了一遍 那么这一块 非居民企业的主要考点应该是能把握住的 好 接下去第15小题 这道题目涉及到了纳税调整 而且考的还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我们一起来看 21年某居民企业发生了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收入900万 与之相关的成本费用是200万 那我们知道要是问增值税的话 就说这900万是免征增值税的 要是问企业所得税的话 我们就不拿这900万开刀了 我们要拿所得开刀 所得是900万减掉对应的成本费用 200万 所以是700万的所得 这700万当中有500万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超过500万的200万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好 这是政策本身的理解 那么这道题问的是 这项所得应该纳税调增调减具体额度是多少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首先呢 这一项技术转让和它的相关成本费用 对会计利润的影响数是多少 应该是增加会计利润700万对不对 寄了900万的收入减200万的成本费用 总体是不是增加会计利润是700万 但是我们增加所得额是增加了多少 500万一例的免超过500万的200万减半征收 那不是增加100万而已吗 加了会计利润是700万 加了成所得额是只有100万 要把会计利润调整为所得额 那不是调减700万和100万的差 600万处理吗 所以这道题就应该是纳税调减600万 选择B选项 这个业务它属于难点业务 你还是画图比较好 增加会计利润是700万 增加所得额是100万 那么会计利润基础上条为所得额 调减600万 这是第15题 这道题是纳税调减600万 这道题是纳税调减600万